其實我們那個格式,最後還有一個是XML 按右鍵你可以把它複製連結網址 基本上就是那個格式不太一樣 這個格式當然,我們拿Apple把它點下去打開看一下 基本上長的,又跟剛剛CSV 還有Jason完全長的不一樣 其實最大的差別 你可以把XML把它當成有點像一個樹狀圖 它有點像是一棵樹 這棵樹的話,最底下的根是這個 ATM00625 這個箭頭你把它點開,它就展開了 你會發現裡面的話,每一個每一個的data 就是等於一筆資料,有沒有發現 一個data底下的這一筆資料裡面的話 又有各自的這個,又它底下的那個吃跟夜 有沒有,它底下又一層 一層的話就是,這個跟那個 HTML那個標籤還蠻像的,有沒有 一個頭是小於大於,結尾的話一定是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斜線 這個跟HTML其實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有X 所以特別是這個X指的是什麼 Extence 就是延伸的 Mark language其實也是一樣 也就是說 等於是說在HTML標籤裡面沒有這些標籤 它是延伸出來的 這個是自己取的一個名稱 OK,那可是問題來 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這些資料 把它抓出來 並且放到資料庫也好 或者是存層CSV也好 這要怎麼做 OK,那特別注意 其實這個也是頗麻煩的 因為我也用了很多種套件 很多種方法 好像也沒有比較理想 後來的話找到有一個 有一個叫什麼呢? 其實在06、04的第幾頁 其實在底下第15、第10 這個應該是第16頁的地方 後來有找到有一個叫什麼?Elementry 那這個東西的話其實就非常好解析 也就是它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把XM當成一棵樹 樹裡面你要抓哪一層 它就向下一層的向下一層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資料抓過來 只是說這個Elementry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直接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我要用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這個Path 這個Path裡面後面的特別是 我們不能給它一個變數 也就是後面它這個參數呢 一定要給它一個檔案 你不能給它 像我們剛剛不是HTML HTML.test 它裡面是一個自創 但你不能直接給它 你必須什麼? 先存檔 再讀取 就這個地方比較麻煩 其他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第一步 剛剛就很簡單 我就先幫 把這個東西 先下載 再存檔就好了 存檔還不簡單 存成什麼呢? 存成PM25.xml 然後encoding的話 我把它存成UT28 因為它原來是UT28 我會把它存成UT28 如果它預設的話 它就是CP950 那就會有問題 那把什麼東西 Write出去呢? 把HTML 把它Write出去 所以第一步呢 我就把這個資料下載 並且存檔 所以第一步 執行的話 理論上應該它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存成一個檔案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就先存檔好了 為什麼要存檔 我剛剛講過 因為那個PASS裡面 只能讀取檔案 不能夠讀取一個變數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轉個彎就好了 OK 其實我剛開始本來這個地方 想說會不會還有更好的 其他的更好用 他發現沒有 這樣比較簡單 所以用這個方法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根本底下 按右鍵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PM25.xml 有了在這裡 然後其實你可以打開來 它內部編輯器 也是長得有點像這樣 有沒有 一棵樹嘛 展開來有沒有 這裡面就有這些東西 一層 所以這個有點像爺爺 爸爸 兒子 三代同堂 這感覺 類似像這樣 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 把這個資料讀取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你們可以拿來當範本 因為XML 其實這樣如果你要用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這幾行 把它存檔 我一樣 存檔先不要寫 就到這裡 主要是利用哪一個呢 利用內部 這個其實不用額外安裝 這個的話呢 實際上有一個 一個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的話是 XML 這個 什麼 這個 E-Tree E-Tree 這個東西 然後我 我Import 叫Element-Tree 因為Element-Tree 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取個別名 S-E-T 就好了 當然如果你不取別名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拿這個Element-Tree 不過你可能要打的比較多字 OK 把這一行 把它放到上面 你習慣這樣 如果賄賂的話 就放在上面 OK 接下來的話呢 用E-T 就是這個Element-Tree 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Path 然後呢 把剛剛這個檔案讀進來 讀到哪裡呢 讀到Tree裡面 所以 我們先來看一下 Tree的話裡面 有哪些東西 比如說你這邊可以把它Print 不過你會發現Print的 它裡面應該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Excel的物件 把這個Tree 把它Print的出來 你會發現它告訴你說 裡面應該 印象中好像就是一個物件 那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物件裡面的東西 把它爬出來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什麼 叫做 Get root Root 有點像最底層 把它全部都幫我 有點像從爺爺那一代 全部都幫我 把那個資料給抓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Root這裡 所以會產生一個Root的物件 這個Root的物件 基本上就是爺爺 爸爸 兒子 那我們主要要的資料呢 就是每個爸爸的裡面的資料 好像有四個資料 OK 那我要怎麼分別把它抓出來 特別注意 我可以用for each的寫法 for each data in root 在那個root裡面的每一個data 幫我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OK 那抓出來之後的話呢 我這邊的話用串接好了 s 加等於 或者如果你不喜歡寫這樣 我剛剛是寫的 s等於什麼 s加 結果一模一樣 串接 然後串接什麼呢 把第一個 特別注意 對啊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邊裡面的第一個 這個有沒有 抓出來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賽者的話 當成是 編號中瓜虎0 就抓到他 中瓜虎1 抓到他 中瓜虎2 中瓜虎3 中瓜虎4 OK 另外的話 如果你假設你如果不喜歡 你如果不喜歡用 這一個 編號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點什麼 點find 去找什麼 找他的名稱 名稱的話呢 就是去就是那個名稱 什麼名稱 就是剛剛那個 size OK 比如前面那個名稱 打在這裡就可以了 不過看起來好像用 剛剛那個方法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我們就把 0 0 1 2 3 分別幫我把它抓到這個 format裡面 OK 那再把它run一下 不過他剛剛run太久了吧 OK 所以 今天光碗 這有時候好像每次跑都跑很久 那理論上 我剛剛試過應該是OK的 那最後當然呢 我們一樣 如果希望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跑出來的結果 一樣存成CSV的話 那做法一樣 就這兩行 把什麼呢 把這個s 我剛剛改了變數名稱 把這個s怎麼樣 把它 就直接write出去就可以了 裡面的話 這邊 點replace不用 其實就這樣 把它write出去就可以了 OK 就跟剛剛一模一樣 write出去之後的話 那就是xml 可以轉為 CSV 所以以後如果你給人家xml 你給我這個我很麻煩 我不會開 那你可以幫我轉成Excel可以開的 那你可以幫他再寫一個 xml 轉換成CSV的寫法 OK 請各位試試看 多一個這個 把他刪掉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其實今天官網我剛剛試了一下 其實有點慢 不過現在已經出現了 但是結果沒有問題 只是說呢 他的 這個回復好像有點慢 所以你們如果練習的話 可能稍微要等一下一下 好 可能稍微要等一下一下 谢谢观看